我们的叫做获年感恩 获年感恩的崇拜 是的 有些的弟兄姐妹啊 是一年参加一次 因为他只有在这里 感恩来这里 只有圣妹阿拉有做这个 call down 倒数获年 所以他们来这里敬拜 因为他们是很爱主的 我相信主哦 没有主 没有主啊 生命多啊 生命没有主啊 我相信今天晚上 你绝对不会在教会里面 你可能在club 你在nightclub 你可能在别的地方 可能在 感谢主 因为我看到你们的改变 你们的爱心 你们的 林肯把这个宝贵的时间 来献上给主啊 还有我欢迎你 如果你第一次到我新港教会了 欢迎你们来到新港教会 我的新港教会是这么大啊 欢迎你们啊 感谢神 今天我们有一个崇拜 然后我们也欢迎啊 从老远回来的 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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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我们今天晚上 真的我们是有个目标 有个目的 来到这里 你不是来这里 就是哎呀没有地方去 哎呀 好啦来这里也好啦 这样我们有目的 我们是要来感恩 然后我 我相信今晚上你会有很大的得着 然后我也 最重要是 你今天来 来拆开 你去年所写的愿望 啊 然后啊 如果有任何的感恩 见证要讲的 再有机会给你们分享啊 今天我会长很长 很长 我只要跟你分享一些 一些point 一些劝点给你 我 曾经啊 有一个人啊 他们在研究 做一个研究啊 就是把50个 全部有50个95岁的老人 然后帮他们做一个调查 请问 在你们当中 有谁是95岁的 有吗 没有吗 感谢主啊 所以你是年轻人啊 所以你是年轻人啊 他们跟你旁边都比讲的 你是很年轻的 感谢主啊 所以今天没有95岁 所以你很感谢主啊 这个调查是很有趣的 啊 就是 他们找了50个95岁的 然后问一个问题 问什么问题呢 注意啊 问什么问题 这个很重要啊 假如生命可以重来 假如 就是说 你会做些什么 就是说呢 如果你现在95岁 如果回到一岁开始 你会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你会改变你的生活吗 OK 这个调查呢 很有趣 因为一个人能够活到95岁啊 他一定会生命有一些的力度 所以呢 他们就搜集这个50个老人 95岁的老人所有的答案 发现有一个问题 发现到啊 这些50个的老人啊 都有三个共同的一个答案 哪个答案呢 就是 假如生命可以重来 我会冒险 我会冒险多一点 第二 假如生命可以重来 我会冒险多一点 第三 如果生命可以重来 我会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今天如果你有 我们来看一段圣经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十篇五十六篇 第八节到十三节 第八节那个说 我几次流离 你都记述 你把我的眼泪 装在你的皮带里 这 不都记在你的册上吗 第九节 我呼求日子 我的仇敌 都要转身退后 神帮助我 这是我所知道的 第十节 我依靠神 我要葬礼他的祸 我依靠耶和华 我要葬礼他的祸 第十一节 我依靠神 也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第十二节 神啊 我向你所许的愿 在我身上 我要将感恩迹献给你 第三节 因为你救我的命 说你死亡 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 不跌倒 使我在生命光中 行在神的面前吗 我们做个祷告 所以我们感谢嘉宾 我把今天晚上的聚会 教育人伸手里面 我把所有出席今晚上的感恩 获年聚会的弟兄姐妹们 再一次的献上 主啊 让你来对他们说话 让他们在进入2012年的时候 主啊 让他们有新的展望 让他们够知道你的旨意 闻人 也知道你的计划如何在祂的生命当中 主啊 感谢嘉宾礼 独自的祷告 封耶徒的名 所以这个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所以帮我封场关出来 刚才我们讲到 假如生命可以重来 你会做什么呢 你关到所有的 如果生命可以重来 你会做什么呢 然后他们经过调查 有三个共同的答案 假如生命可以重来 我希望我会反省多一点 我会冒险多一点 我会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 如果生命可以重来 我会反省多一点 我们反省什么呢 在我们在最后的一天 在2011年 我们要反省什么呢 我们反省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之间 我们已经来到 12月31日 2011年 年头我们说着说着的事 如今已经是年尾了 有些人不久前 才收到圣诞礼物 现在又过圣诞节了 我有个朋友 他每次圣诞节 就买很多的礼物送给人家 同样的他也收到很多的礼物 然后收到那么多礼物 拿来做梦 他也不知道来做什么 每当要到圣诞节的时候 他就把所有的礼物拆开 重新包装过 然后就送 又回送给其他人 make sure这个礼物没有送回 送回给以前他送过他的人 这叫恒饱 那 年头 有些人年头说他要减肥2公斤 可是 如今你仍然保持你的分量 更糟的是你没有减到 还要增加 时间过得真快啊 一年365天 转眼啊 乍眼就过去了 许多事情 我们想做 却还没有做 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却没有做 我们需放心 岁月不留人 日子一天一天就这样过去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很小的时候 我很希望 我说我快点要快高长大 我要趕快地做 我要成为18岁的年轻人 我终于等到18岁了 当我过了18岁的时候 我就希望说 如果每一年都能够停留 在25岁有多好 岁月不留人 我今天是37岁 过一年就38岁了 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之间 这个想法也是转眼之间而已 我们要反省 我们一生当中 做过很多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是没有价值的 我们常常做讨好人的事情 我们常常要得到别人的认可 而称赞 而且我们过很多时间去这么做 是没有意义 而没有价值的 如果你同意我讲的话 请讲阿们 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常常以为 做了许多能让自己开心的事 可是往往到最后呢 我们发现这些事情 没有太大意义了 比如说 那是我有一百万 当你留到一百万的时候 你的心情就不一样 可能那时候一百万对来讲是毫无意义的 有些人说 如果呢 我家里是一个 那个Bangaroo House大建的 我就很开心了 可是 他当他有赚到一个Bangaroo House 他的感觉又不一样 这么大建的物质 只有一个人住 得过凄凉 有些人说 如果我能够娶到明星做老婆 那是最好的了 我最开心的了 可是 往往很多人娶到明星做老婆的时候 不到三个月就离婚了 更加努力 或许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存在的目的 许多科学家 穷尽一生去研究 看溯其他的星球 可是到最后来 就是到最后呢 后来呢 我们啊 连一粒星球都没有去过 阿们 我们来看 第二 哦 忘记按哦 第二 假如生命可以重来 我会冒险多一点 这些五十位啊 九十五岁的老人啊 说假如生命可以重来 我会冒险多一点 我告诉你 冒险啊 不是人的本性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啊 都需要安全感 我们都害怕冒险 比如说啦 你还没有经理之前啊 你会想到 哎哟 我不知道 你经理之前你的烦恼啊 你的害怕啊 你的忧力啊 万一我给你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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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有害怕 可是你洗了你之后 也没有因为你洗了你 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你少了一块肉 或者你有变成三亿眼睛 也没有 你日子还是一样的过 假如你没有冒险啊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你没有 没有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 假如你冒险呢 你的生命啊 从来就没有好好的活过 因为一个人的生命 不在乎长度 你活多长 而是你的生命 在乎你的深度 换句话说呢 你越冒险呢 你的生命呢 就越有深度 有些人的生命啊 是封闭的 他们把自己保护得很好 永远不会受伤害 可是这样子的生命啊 就好像西郎的生命 这样子的生命 因为从来没有活过 假如你把自己保护得很好 你就错过了上帝 在你生命中的结果 我不知道你喜欢看那个游戏节目吗 我本身很喜欢看游戏节目 我记得有一次啊 有一个游戏节目是这样的 这个参赛者 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呢 有三个门等着他 这个三个门呢 其中有一个门呢 如果打开的话呢 后面呢 有一个豪华的轿车 让他门去 其他的两个门呢 如果你打开之后 会有一只三个门跑出来 咩咩咩跑出来这样 然后呢 这个参赛者就选了第一道门 然后那个主持人呢 很故意的打开第二道门给他看 结果打开第二道门的时候呢 有一只三个门 咩咩跑出来了 这时候我想问你 如果你是那个参赛者 你会重新选过你的 你的选择吗 你仍然坚持第一道门呢 还是重新选过 可能你选第三道门 如果想要更改你的选择的那些八点 举一手 会不会知道吗 回首一下吗 一个 还有吗 你会更改的选择吗 我这里大概有二十多个人 三十人 只有一个人 两个 这个不知道什么 我这里有两个人 可以更改他的选择 那我告诉你 假如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 科学家做过这样的 这样的结论 许多人不会更改他既定的选择 假如像你们今晚上这样 你已经不会更改 你选第一门 就选择第一名 第一个门 你不会更改 你看科学家证明的 很有理 另外呢 科学家也证明 假如你更改你的选择 你会赢得大奖机会 会高得很多 比起你之前选的 达的的选择 这个理论不是胡说八道的 是经过科学家 就是测验证实的 这理论叫做 几率 有班纳量 赢得那辆车 如果你重新选过你的选择呢 你会赢得那辆轿车的机会 会很高 可是 我们大部分的人 是不会重新更改他们的选择 因为他们不敢冒死 因为 所以 中奖的人就很少 所有的过彩公司 多多 赢得那辆车 赢得那辆车 也因为知道这样的心理 所以 人家 他就开了很多的 过彩给人家去读 给人家去投资 所以呢 赢得很少的 因为他们不会更改 他们只守这一样东西 所以 过彩公司赚大钱 就这样 所以 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讲 要改改了 就中奖了 所以你看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 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能 纠结出许多的子弟来 耶稣说的 一粒麦子 如果一粒麦子 不掉在地上 死了 他仍旧是一粒 死了代表什么 死了代表冒险 假如你的生命 不肯去冒险的话 你今天 仍然是一粒 这一粒就是说 你没有改变 言封不懂 有很多人问我 不死了 我信了耶稣了 我跟从耶稣 可是我没有看到 改变的 赶快了解 问题 也是有很多的问题 给我 为什么这样 因为 你可以冒险 因为 你没有死了 仍旧一粒 耶稣讲的仍旧一粒 就是说 一个言封不懂的生命 没有改变的 许多人 满足于现状 不愿冒险 也不肯冒险 明明知道改变 会带来胜利 也不要冒险 这些五十位 九十五岁的老人 有共同的感受和感想 假如我的生命可以重来 我要冒险多一点 我读书不是很好 人家读努力读书呢 会考很多的 很多的学校 在学校 但是我学校 我在学校 学校 学校 所以我就很年轻 十八岁 逢发 没有毕业 没有毕业 就出来工作了 我记得我出来工作的时候呢 我就曾经听到一个 老人家跟我讲 少年家 那是 少年家 少年家 那是要做 成都年轻的事情 就能做 好 但是 我因为这句话 我就拼命的换工作 我记得在十八岁到三十一 十八岁到二十一岁的之间 我总共换了二十多份工作 就换得很爽 每一个月就换一身工作 每三个月就换一份工作 直到我尽了抱管工作 我就爱上抱管工作 我觉得我很有意思 为文字牺牲 尽了抱管工作四年 那个年代是一个很糟糕的年代 因为性病倒掉了 性病倒掉了 就开了光明字报 那时候我刚刚进去光明字报 那个年代 那个时候 几乎是五个月 没拿薪水 还仍然去上班 还上班得很开心的样子 这样 所以 哇那时候我觉得 哇那一份膝盖 是我最 不会 这一辈子我 应该我会在抱管工作 也不会改变的 但是 呃 我的老板是谁 我最高的智慧是什么 哇 在抱管里面啊 最高的智慧是总编辑咯 哇 我就想往总编辑的位置来爬 哇 我看到我总编辑 哇 怎么样啊 呃 我一年才休假两天 就是初期和初一 每天从早中午十二点做工 做到半夜十二点 然后 薪水十千多 十多年前 薪水四千多 到今天也 也 也相差不多而已 我就终于看到我的前途 无量了 无量了 不是无量了 没有亮光了 所以我就一蓝绝蓝的 离开了抱管 我从 我以为 我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 我就 报考神学 因为哇 我靠我一张嘴啊 厉害讲过 那是做传道人啊 也没有问题啊 很好啦 嘴巴都厉害讲 就做传道人 应该可以的 可以玩斗星 吃两餐 那也知道 进了神学院 读书出来 才发现他 哇 做传道人一点都不简单 很辛苦的 啊 也在 也来 在教会福祉里面呢 也都跟 鼓子把你 五千给鬼 结果也 因为这么样 离开了教会 一个 一个阶段 大概整七八年 上帝把我放在外面 世界里面 来去 生活 去工作 到我去在外面 做那个批发行业 在卖个电脑的行业 那时候也经历了很多 然后过了一个很迷兰的生活 然后又回来 今天回来教会 我要帮你讲什么呢 我感谢神 我这一路走来到今天 38岁 我给我机会去冒险 我给我机会去赏识不同的生活 假如如果你 不愿意去冒险 不愿意让主在你生命当中 把你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你的生命 没有 冒险生活 就是信心的生活 来跟旁边讲 冒险生活 是信心的生活 冒险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在西伯来书 在西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说 信就是所望之师的实底 未见之师的切据 就是你还愿意看见的 冒险是你不知道他 什么叫冒险 冒险不知道他会这样子如何的 冒险你不知道他会 怎样的情况呢 叫冒险 当你有冒险的生活的时候呢 你就是过着有信心的生活 你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 你对你自己没有把握叫冒险 原来你当你过一个冒险生活的时候呢 你就是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 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 在贝克里聚会过后呢 大马哈 贝克里呢 是一个很出名的 这一辈子的布道家 今年已经是87岁了 还没有死掉 这一辈子呢 他是带领人信耶稣的人 最多的一个布道家 Billy Graham 这一辈子里面呢 他总共从带领了大大小小的机会 他一共带领了十亿人才信耶稣 今天他仍然来带领信耶稣 所以他在不同的布道会 去传福音 去跟人讲耶稣 然后有一次这个年轻人 就来骂贝克里说 你刚才不应该啊 谈论啊 天堂地狱的事情那么多 这些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于是两个人就坐下来谈下来了 贝克里就问这个年轻人说 我过去有十八千对 你可以吗 我可能我讲的 今晚上我讲的东西 天堂地狱的东西 我可能错 但是我可能有十八千对 你同意吗 这个年轻人就想一想 再给你十八千对 你也不能 就是你有十八千对 你也完全也对不了嘛 所以年轻人就点头说 我同意你的意思 然后贝克里就说 想像你今天你要坐飞机去 吸你去度假 然后你买了飞机票 你上了飞机 然后你绑好你的安全道 然后突然间 在那个机长就报告说 欢迎乘客 你今天打上我们这个飞机 我们现在要起飞了 我们要飞往心里的路程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旅程 但是我要有一个消息告诉你 我们这个飞机有十八千 会坠机的 如果你是那个乘客 你会因为机长跟你讲 有十八千会坠机 你马上跳飞机吗 没有可能的 全世界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你上飞机有可能十八千会坠机的 没有 100% sure 如果真的是这么样 你看我一年最少有坐五六次飞机 然后我每一次十八千 五六次五十八千的 我的命就很危险了 我记得有一次啊 我上飞机 我旁边做一个尼姑 牧师以上尼姑 然后 你知道每次坐飞机哦 那个飞机要起飞 是 这样 我看到那个尼姑旁边 他拿着佛祖 念念念念念念念 然后我说 我也不知道叫他小姐好 你叫什么好 我忘记了 中国叫大师啊大师 大师啊大师 你放心好了 他看着我 你不会有事的 他看着我 为什么我跟他讲 不会有事 因为呢 我 因为我坐上这个飞机 我有死命 我还没有 我工作还没有完 我一里就是要去跟人家讲道的 所以我 我没有死 你不会死的 第二次 我坐飞机的时候 我遇到一个 回教的穆斯林 他也是在那里 Inshallah 他念念那个经 我也跟他讲 你不会有事的 因为你跟我坐飞机 你很安全 我做完我的工 我就不知道了啦 不敢担保了 所以 你看 看到没有 原来 我的结论是什么 生命 是需要冒险的 假如你没有冒险的生命 你的生命是一个很糟糕 很糟糕 很糟糕 接下我们来看 假如生命可以重来 假如生命可以重来 我会做多一点有意义的事 最后啊 这些老人希望 假如生命可以重来 会做有意义 可以留名的事 好 我们许多人啊 花很多的时间 力量 去追求 对生命好利益的事 我们干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 我们常去做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而知道的事情却不喜欢去做 我们因此呢 往往成为一个自向矛盾的人 所以 常常你会睡醒起来的时候 我活着这个世界上在做什么 我今天有什么活的 我生命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目标 我该怎样做 怎样走 我们的生活的节奏太快了 我们无法停止我们的脚步 去思考生活上的事 我们就这样的随波逐流的过我们的日子 就好比一个人啊 拿着楼梯梯子呢 然后就靠墙了 拼拼的爬 拼拼的爬 一拼的爬 爬到 用尽他一生的时间 金钱啊 精力呢 到了日落黄昏的岁月的时候 当他爬上这个墙的顶端的时候 才发现到 哎呀 背不到墙了 这一切就来得太死了 今天有些人啊 你已经爬一半了 我要挑战你 你要停下来 要思考你的脚步 到底有没有错 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 生命不可能重来 在香港有一个很出名的一句话 善美谋的兔 所以 生命不会重来 曾经我看到一套电影啊 讲出一个男人啊 他每一天呢 都重复来过一 同样一个日子 就是说 他每天活在二月三号 这一天 他睡醒呢 又在二月三号 然后睡个晚上 又在睡醒 又在二月三号 他永远跳不出二月三号 这个日子里面 无论他做什么事情啊 用什么方法呢 也不能帮助人 跳过这个日子 于是 这个男人呢 就善用这个 这个机会 因为日子重复的嘛 他见的人每一天都重复的嘛 所以他开始去观察人 研究人 所以呢 他就因为这样 而明成立就 他就预测很多事情 告诉这个明天 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 哇 很准很准很准 他就因此了 明明 很有出名 很有名利的人了 然后呢 他也用了这样的伎俩 去 骗很多的女孩子 哇 我看你的命 明天会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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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准 其中呢 有一个女主角 他 无论他 怎样去逗他 怎样去追求他 怎样用很多的方法去让他 相信他 这个女孩子 总是不动于衷 最后这个男孩子呢 很痛苦的 决定自杀 可是 自杀之后 睡醒还是二月份啊 朋友 可能你也在想 假如我可以重来的话 我会怎样做 我会改变我的方向 我会改变我的行程 朋友 完全不在于生命可不可以重来 而是你的生命需要有珍贵 准备的基督 陪伴你 关键是 你必须先改变你自己 今天 你可以就是我讲的那位 不断重复又重复 重复又重复 过日子而跳不出来的那一个人 你要改变这个烦闷的生活 你要在2012年 有什么改变 是从你自己里面的开始 你要耶稣在2012年 你的 过的每一天 第一天 从第一天开始呢 带着耶稣与你同行 然后让耶稣与你同在的 过你的日子呢 我一定会祷告 最后 我想 把一个很短的 一首歌送给你 我也希望你留一个词 因为 就是我要勉励你进入2012年 应该要有的态度 你 为什么 不能接 你把这个被吹起来 用来不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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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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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留一個